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白冰冰93岁母亲10日病逝,20日在脸书晒出昔日一家四口温馨合照,她与带悲伤说,欢乐的四个人如今只剩下我,让众人感到不舍。 白冰冰透露,每当夜深人静时,便会开始解释自己的人生,反省过去走来的各种功过,成为这样结局,到底是命运使然还是类是因果。 看到照片中的家人,不禁想起昔日的欢乐、美好,如今父母和女儿已在天上相聚,仅剩自己还独留在世间继续努力。 白冰冰丧母后,身旁亲友不断鼓励,希望她能保重,并好好安排未来,她则说,心中的压抑,是不能说的委屈,风雨以后,彩虹是倔强的美丽,脆弱过后,坚强是我们的唯一,不能放弃,更需要勇气。 白冰冰 翻摄字脸书 白冰冰,幼儿,悲伤分向昔日全家福合照 翻摄字脸书